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类似的事情 从来 二次世界大战后 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这真的是让人家 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自上哀悼之意 不过也有人说 为什么会 就是造成这个违安这么疏忽 因为去年日本刚好有一个事情 就是也是安倍在北海道那边 杂晃那边做演说的时候 有两个民众想要抗议 结果就直接被他们压制住了 压制住之后 这两个民众很不高兴 就去告了警察 就警察现在被判可能要有罪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可能这些相关的随户警察 就会认为说 可能对于接近的民众 我们还是不要做一些太过度的压制 是不是因为这样才造成了 这样的一个随户的危安的空隙 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 还要看日本的那边SOB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次民主世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可能 那边就能来说 对你做什么机会 做什么机会 对我来讲